歡迎收看 媽媽好神 那道癌症早上門 媽媽國怎麼自救 你要趕快轉大醫院去做手術 你知道嗎 好可怕喔 因為你有卵巢流了 當你不當地吃雞 過多的時候 卵巢會出問題 睡不好熬夜 手上又拿著左手炸雞 右手珍珠奶茶 就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我有一個變成二十八歲 他在某一天晚上 他腹痛卵巢癌整個是 惡性在一個禮拜破掉 所以他一個禮拜就過世了 真的還假的 對 累到癌症趁虛而入 該如何避免危害 今天節目邀請到六位好神媽媽 探討物材癌症地雷的可憐遭遇 到底媽媽做了什麼事情 引癌入世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清明 我們都知道 很多家庭如果有一個 癌症的病患出來 通常我們都會問說 最近家裡有沒有什麼事情 你就會發現 其實前面那段時間 他可能太操勞 太疲憊 主要就是 對壓力太大 主要就是因為其實 所以如果說 我們免疫力低下的狀況下 癌細胞可能一顆變兩顆 兩顆變四顆 來不及吃 那麼這個後面就會有這個問題 跑出來 所以媽媽也是每天非常疲累的 我們要小心 身體要顧 不然癌細胞有就找上你 這一期其實聽起來有點恐怖 可是我相信其實真的 如果這樣累下去的話 媽媽沒有找到疏解的方法 其實真的很可能 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有沒有可能 累到癌細胞早上門呢 到底媽媽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來看看 看一下 天天上演生活中的習慣 小心引發復刻癌是什麼呢 累到沒日沒夜 晚上還不睡 睡不好 是 很緊張 越累越胖 胖了就減肥 瘦了卻繼續吃 幹嘛說得那麼快 幹嘛說得太入股了吧 你們就寫說 反覆減肥不就好了 為什麼要餓了 胖了就減肥 瘦了繼續吃 對 但是我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 對 可是我覺得今天我們發浩如時代 不太對 怎麼說呢 她是玩到沒日沒夜 晚上玩到不睡 沒有 而且她怎麼吃 怎麼喝 要都發炭 都不會胖 真的沒有 妳這個妳先跟大家講 妳的暑假怎麼過 暑假就是一個月在美國 兩個禮拜在法國 是不是 那回來兩個禮拜 調食叉 對 但是我真的覺得 大家不要太羨慕 因為帶小孩去美國這件事情 真的是 很可怕 對 因為這是沒日沒夜就算了 因為小孩子是會有時差的 小孩子的時差呢 比大人會更難挑一些 會歡 所以我在 我其實是一個就是還蠻幸運的人 因為其實我 不是幸運喔 是幸運 這個蠻幸運的 還在幹事 還在幹事 因為我是一個 因為我是一個 從小到大不知道 什麼是驚痛的人 我的 對啊 我的驚奇來我都是 直接沒有預警 所以我自己都會 都要算好時間 可是我那 我這一次在美國 我真的有嚇到 就是我在美國 月經要來的時候呢 我就是 我就是痛的 痛的那個程度簡直就是 像自然場 我要生第三胎一樣痛 它是公說的痛 就很像你快 對 因為你的子宮整個被揪在一起 然後是痛到我就是 沒有辦法下車走路 就是整個人是 天啊 就是要彎腰的 然後我是痛到眼睛 沒有辦法張開來 因為就是一直呈現 對 就是一直呈現 就是很像公說 就很像你快要生了 會不會是真的公說 會不會是真的要生了 應該是真的公說 旁邊有個孕婦 你越講 是不是 然後妳知道 我們在美國 剛好在吃 其實我是有帶止痛藥的 但是我放在家裡 沒有帶出來 然後我就想說 我來忍一下好了 忍到回到家再吃 然後就在外面 我們就點餐吃 在餐廳 然後妳知道 那個美國服務生都很 很愛假笑 就過來說 就送餐過來說 妳開心嗎 OK 妳開心嗎 然後一看到我就這樣 這樣 我從頭到尾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還流眼淚 就是摸摸著這樣 很痛這樣子 妳開心嗎 妳不開心 OK 這樣子就走掉 然後隔壁桌的人都在看 我就是一直吃 老外就一直看我說 我為什麼一直在流眼淚 但是我真的是痛到 我連拿那個湯匙的力氣都沒有 然後後來我是真的撐 我連回家的那個路 我都撐不到回家吃止痛藥 我是直接叫我老公 停在大賣場前面 然後請他去大賣場 幫我直接買止痛藥 可是他止痛藥成分好像有分 他又買錯了 買到什麼治鼻炎 肌肉酸痛之類的 然後我吃下去就完全沒效 我還是忍到了回家吃那個 日本代的消炎藥 然後十分鐘以內才完全好 對 就是那一次我真的 我覺得我永生難忘耶 我從來在台灣 或是去任何一個國家 沒有這樣子過耶 就是上個月 所以我猜應該就是太累 然後免疫力下降 或者就是沒日沒夜睡不好 對 不然我也找不出其他的 而且你看他自己時差 小孩時差 然後要顧著玩 然後又要顧小孩 對 晚上又要陪人家喝酒 對不對 還要再用一個行程 不然還要發病 因為他還要烤肉 因為他還要烤肉 對啊 對啊 就很忙這樣子 小胖咧 我是 因為我想說 親胃 現在正在親胃嘛 我想說親胃不是就是會瘦嗎 對 那你心裡就想說 每次親胃的時候想說 趕快吸走這樣子 然後因為現在親胃就是 小孩二十四小時都掛在你身上 對 那我就覺得說 你可以瘦啊 很好啊 很完美啊 可是你就沒有時間吃飯 我想到一個很完美的方法 什麼 喝真奶 怎麼可能 你可以一邊這樣子喝真奶 然後一邊他要喝真奶 真的奶 那是真的 那這樣滿好的啊 結果我就是 只要沒有吃飯 我就瘦三公斤 可是你就吃便當 照喝真奶 你就又胖三公斤 一個禮拜這樣子 反反覆覆一直胖瘦 胖瘦 胖瘦的 然後我就覺得我身體也搞爛了 我最近就覺得很不舒服 就是那個肉啊都是軟軟 你們也以前都有在運動 現在也都不能運動 我看得出你很愛喝真奶 你今天連衣服都真奶瘦 對啊 好怕 但是其實這種胖胖瘦瘦也不OK啊 來看看接下來這個 你們應該就會嚇到 對 到底 一個人沒日沒夜 一個人一直減肥 會早上聞的是 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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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了 很久了 你們真的是比較沒睡覺 或者是 我先跟各位講 其實人生就是這樣子 有些的時候 該怎麼做就應該怎麼做 該休息就要休息 軟巢什麼時候會休息 第一個 因為要暫時休息個 一年半載的 所以你如果懷個兩胎 起碼你休息個三年到四年 其實是好事 還有一種情形 軟巢不會休息 我們所有的軟巢功能 它其實每天是有波動的 像股市一樣有波動 什麼時候波動會不見 因為到晚上 你應該要整個放鬆 軟巢某些功能指數 它說你該啟動 這個啟動反正是啟動 自動維修機制 你休息以後 軟巢會說哪些東西 該高一點低一點 它內部就在開始休息 可是你沒有好的睡眠的時候 你的軟巢一直維持在一個直線 有時候你認為直線才是休息 所以你的熬夜睡眠 這樣亂跳的時候 其實這種自我修復機制 沒辦法產生的時候 那於是久而久之 你的軟巢就會出問題 第二個 我們剛剛講的軟巢 第二個機制 軟巢會出問題 什麼叫刺激呢 當你 糖分的刺激過多的時候 也就是它材料過多的時候 軟巢會不斷地受刺激 所以你就想 脂肪成分 如果是高油脂 油炸類的 糖分 由台灣的手搖引 尤其裡面又有成分 又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反覆就會越來越多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睡不好熬夜 手上又拿著 左手炸雞 右手珍珠奶茶 你就知道 所以這個推論是對的 當然我們在學術上不會說 珍珠奶茶會誘發軟巢癌 可是當你有很多因素一起的時候 其實它是危險的 所以真的常常熬夜 會增加軟巢癌的風險 有適量的數字嗎 這種有點回溯性 因為你不會叫一組人 去熬夜去測驗 但是玩這個東西怎麼玩 玩動物實驗 小老鼠 小老鼠該睡覺的時候 就一直刺激 用聲光刺激 讓牠不能睡 這些所有老鼠以後 包含皮膚癌 甲醬腺癌 就跟代謝類有關的 其實都會增加 軟巢癌還不一定 但是對於很多 你得了軟巢癌的人 你回溯性的問卷去 你過去這半年一年 或者你過去 是不是有常常熬夜 睡眠不好 暴隱暴食的情形 幾乎10個9個回溯性都會有 那有這種情形 跟沒有這種情形的人 其實他在得軟巢癌的 風險值換算起來 所以就知道 其實是會在 但是我講49% 不是說你有這種情形 100個49會得這些癌 不是這樣 就是風險值就是增加 我們太多研究告訴我們 同時多失窗進行 左手炸雞 右手奶茶 比較省事嘛 一起灌下去 就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真的 我覺得剛才保仁醫師講的 有很多是真的發生在我身上 因為我大概在七年前的時候 就開始是住在大陸 在那邊工作 然後因為我剛在那邊的時候 人生地不熟的 所以我每天都是處在那種 很緊張很緊繃的那種情緒之下 然後我是每個禮拜 每個星期 我都要坐飛機跟坐高鐵 也是從大陸的南北這樣子 這樣子跑 好緊張喔 所以其實很緊張 而且又很累 大概將近有快兩年的時間 就每天睡不好 很晚睡 然後又因為沒有怎麼休息到 所以能夠休息的時候 就開始暴飲暴食這樣 然後我都不知道 其實我自己身體 已經出了狀況 因為我連月經那時候 開始都有點不太正常 我都沒有發現這些狀況 我還覺得應該是還好吧這樣 直到我的肚子覺得怪怪的 開始慢慢慢慢有一點點覺得 骨骨的這種感覺 骨骨的 對 都有一點微凸 然後那時候我覺得應該就是我 沒有休息好 暴飲暴食 所以我應該是變胖了 我第一個直覺反應是這樣子 然後是我媽媽 硬把我拖著去婦產科去檢查 然後醫生呢 一照了超音波之後 就瞪著我說 你要趕快轉大醫院去做手術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很恐怖 然後我就瞪著他看 他就說 你知道那種感覺 當下我就 怎麼可能會是我 就這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我身體其實 一直都很健康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後來才慢慢去回溯 其實雖然這個原因有很多 可是我覺得真的就是因為 是我的 對 沒有睡好 這些壓力引起到 我就是可能會像醫生講 有那些狀況 可是那個是卵巢瘤 它真的如果不好好處理的話 會變得到 卵巢瘤還那麼嚴重嗎 還是其它是不一樣的 就是黑與白之間 有沒有灰色地帶呢 其實很難講 因為卵巢瘤還分非常多的種類 有些像雞胎瘤就是純良性的 它很少有惡性病變 但是有一種叫 黏液性其實有時候 它會有一些變化 那要不然我們病理報告一切出來 大概好壞 大概大致就會跟你講 好 大家會想問的是 那我現在良性以後會變惡性呢 因為你常遇到這種 你現在良性 我沒有詛咒你 也許十年 二十年以後 你一定會變 你可能長出了一個 惡性的卵巢腫瘤 你就會在想 是不是這個 原來的 變成壞 可是還是要看那個 腫瘤的類別特性 因為每個腫瘤的特性不太一樣 不過我還是強調一個重點 一定要讓身體休息 這個休息包含生理上的休息 生理上的休息 睡眠是一個重要機制 飲食是一個重要機制 飲食的機制是什麼呢 該吃吃 不該吃 也要讓腸胃休息 第一個是心靈的休息 心靈的休息 我們人的壓力必須要解壓 學習你放下生下的事情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後來珍珍生活有改變嗎 有 現在心情很好 對啊 早睡早起 很好 所以就沒有再長了 醫生又漂亮了 真的 真的 周醫師自己也本身是女性同胞 你有曾經為這種事情擔心嗎 因為我從小就比較胖 已經被人家警告說 可能是一些卵巢子宮的 一個危險族群 但是因為我的追蹤解答 還滿認真的 就只有 現在只有 不要烏鴉嘴巴 只有胖而已這樣 對啊 但是我也要告訴 對面的一個媽媽們 一定要注意到 其實你有看過卵巢 卵巢是我們的生殖軸 是從腦下垂體 到卵巢子宮 我們大家都聽到說 要顧子宮 顧子宮其實卵巢 才是我們的青春活力之源 那剛才大家都已經 有了共識說 其實是睡眠 但是中醫倒不是這麼認為而已 我們是把一個叫 就是你本身就是一個 很容易壓抑的 你不僅睡不飽 而且中醫叫 就是你很容易有怨氣 很憤恨 罵老公罵小孩罵老闆 然後心情不快樂 又受驚又壓力 又憤怒又大喜大悲 內傷氣勤壓力會造成一個 一個卵巢方面的病變 還有就是一個 過度的憤怒壓力 甚至血慾 血慾的意思是說 其實你的血是浴在裡面 不快樂 不開心造成的 那我舉一個例子 給大家聽好了 我們都覺得說 好像卵巢還是一個老人家 阿嬤或什麼 現在已經到 我有個病成28歲 這個人命就很好了 因為他從大學畢業到 到他過世 他沒有上過班 為什麼 因為他很胖 他八九十公斤 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的姐姐們就說 既然你找不到工作 那你就家裡帶六個侄子 六個侄子 有國小的 更累了 對 所以我們講的是勞損 勞損的壓力太大 工作量 他從大學畢業到28歲 他沒有上過班 家裡就是接送小孩 當個很可愛的小阿姨 結果在有一天 他就跟我說腹痛 胃不以為一 我說腹痛 我覺得我們來蒸蒸揪 吃吃腸胃藥就好 因為他說胃不 結果給我治療 一個半月之後 我就發現不對 我覺得你肚子怎麼越來越大 但是因為他很胖 超音波在小診所檢查 是找不出來的 他就說都沒有問題 因為他太厚了 脂肪太厚 他找不出來 後來我們就說 那你這麼痛 而且我都治療不好 我們去大醫院檢查好了 還沒有去大醫院 他在某一天晚上 他腹痛急性 卵巢癌整個是惡性 在一個禮拜破掉 所以他一個禮拜 就過世了 真的還假的 所以他是一個 年輕性卵巢 惡性腫瘤 28歲的案例 年輕的趨勢 給大家做參考 卵巢癌惡性的機率 已經有越來越 小年輕化的趨勢了 這一集好恐怖喔 對啊 來 喜怒愛惜 杯孔精怪表情 所以平常就要做好保養 跟我一樣 可是保養卵巢 我很少聽到 去沙龍就有 它其實就是它那種 就是按摩 就是那種按摩管 對 按摩管 幫你油壓那種 它不但有全身去角質 你去看 它其實還有一些 身體溫灸的 那它有特別針對 女性下腹部 就是子宮這邊 他們也會做 那個手劑的按摩 然後他們有時候也會 點一個像小蠟燭 那種溫揪 溫溫的東西 在你肚皮上 這樣子畫來畫去 就是幫你的子宮熱一熱 然後幫你的那個卵巢 通 疏軟管 就是把汗氣 逼出來 通一通 那裡面如果真的 對 給它逼一逼 然後這樣子 疏通一下 它說如果你的手 你隨時 把手往後伸進去 你那邊那一片 是比你體溫低 是冰涼的 就表示你的子宮是寒的 大家可以摸摸看 因為我常常 往後這樣子摸下去的時候 我這一塊是涼涼的 但是你 但是你往上摸你的背 還有往下摸屁股 都是熱熱的 都是熱熱的 所以我這一塊是涼的 你現在摸摸看 是不是有比較涼一點 就是說 女生可以自己 常常這樣子搓一搓 然後把它搓熱 然後對我們這邊也比較好 所以我也常常注意 其實現在我有改善一點了 很棒耶 而且他也知道有沒有 沒有溫灸跟按摩卵巢的 對 按完小腹還滿緊實的 周醫師這個按摩卵巢 是有用的嗎 還有包括溫灸那一些的 你想一個小蠟燭 你的肚皮這麼厚 小蠟燭的蠟 可以滴到裡面嗎 沒有 滴啦 沒有的 老師你想的是別種 就是愛草燭的那一種 愛草燭的那一種 沒有滴蠟燭 還要配鞭子 還配鞭子 對 誤會 誤會一場 那個但是浩如她摸 妳要厲害一點 妳把妳的裙子脫下來好了 妳摸的地方 現在嗎 根本不是中醫的 要把人醫師這樣也不漂亮 對 我們所謂的叫巴療穴 巴療穴在我們解剖位置 來設設 骨溝有沒有 我們穿釘字褲 骨扣的上到三角的地方 它有八個洞 尾椎有八個洞 巴療它本身的八個洞 它是正對前面的子宮區 如果妳要按摩的話 是妳要把裙子往下脫一點 再去按摩 正中央骨溝上到三角的地方 而不是腰區 腰區的話沒有辦法按摩 不是往下 屁股上方 一點沒塊 對 骨溝上面的地方 對 沒錯 對 所以我們在家也可以這樣子做囉 是的 它叫 我們現在專門叫巴療護理 巴療護理 對 那除了巴療護理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 保養卵巢的方法 有 因為我自己其實像 我媽就是這種 比較美魔女等級 然後我每次看到那樣 我就是會問我媽說 妳知道 她就說 妳 就是她會叮叮我說 妳生完孩子妳過三十 妳要注重妳的卵巢保養 我說卵巢 對啊 妳要怎麼保養 負面膜嗎 還是什麼的 我媽就是她講完之後 我就開始 因為她就說 如果你不保養的話 妳卵巢不保養 妳就會 然後我就想說 好可怕 我就想說 結果不是進去 真的好壞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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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最棒 妳今天去講完之後 我連浩吳都倒心一口氣 妳今天坐在臉上 她不開心 她好敢講她 但是我跟你講 就是華海 妳一定要好好保養 妳不能夠只看這個 化完妝的樣子好不好 OK 然後 沒有 就是像 我媽就會跟我講說 其實妳就是多摄取葉酸 那葉酸大家都知道 其實有研究顯示 就是妳如果多摄取 這種葉酸類的 食物的摄取的話 妳的卵巢癌的發生的機率 會比一般沒有注重 這個葉酸摄取的 降低70% 真的喔 對 所以我就是像 葉酸其實也很好 就是多深綠色的植物啊 什麼的 每次那個營養師都有講 我就會注重這個摄取 然後現在懷孕 我也會比較在意這一塊 還有就是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那個 驚奇要通順的膝蓋 你的保養法 那個很瞎啦 我一開始的時候 節目上我覺得很瞎 對 因為剛好今天中醫師 因為後來在下一次 我去看中醫的時候 我問他 因為平常只是我媽教我的 結果醫師還說 真的有 對 真的真的有 真的 真的 因為他就說 如果說妳就是常常 捏妳這個膝蓋這裡有沒有 對 膝蓋這旁邊這裡有一個 這個叫做 斜海 斜海的一個穴位 然後還有 懷關節這邊 有一個四指的地方 還有一個叫做 三陰礁 三陰礁 對的地方 妳常常去捏它捏它 妳其實可以改善妳那個 女生的生殖器官 還有一個女性的那個 內分泌的問題 所以現在這種聽的時候 我就更加的有信心 然後三不五時看 練習的時候我就 沒有 之前說他 驚血不順的時候 他就捏膝蓋 然後就通了 我媽教我的 然後就通了 我的徐海他的三陰礁 真的滿通順的 是不用按的 但是沛基他 為什麼要按的 也是 當然有些人他比較下半身 她比較肥重 對 她比較容易會有些 她看 嫩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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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嫩 她很喜歡穿迷你裙 把她的一個下半身 膝蓋小腿 裸露在空調的地方 長達八到十個鐘頭的 上班加班的 上班族的女生 應該很多女生 她比較需要去用 血海跟三陰礁 然後在月經的前後去做刺激按摩 讓精血是通暢 顏色漂亮鮮嫩 我倒覺得說 這種深層靜脈體溫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穴道的話 沒關係 你就多喝熱水就好 把你的深層體溫拉高 自然就是 護理卵巢的很好的方法 所以就不用在那邊捏捏捏了是不是 對 有些人他們捏不到 捏不到 因為還是要專業的人知道 那些穴道在哪裡 或像你剛剛講的葉酸 葉酸平常 有需要特別再吃這些葉酸的定嗎 還是我們就是其實 其實很多營養品 都它的角色在 但葉酸算是一個蠻特別的 大家如果知道細胞分裂 我們以前學生化 葉酸是在細胞分裂裡面的 一個重要材質 所以你會發現 只要一個快速成長 的一個組織 它會需要葉酸 所以 懷孕需要 懷孕在找 脊椎腦神經的時候需要 對 還有一種情形我們會加 建議它的葉酸 比如它做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 細胞的大量破壞 身體會大量的複製 在增加的時候 葉酸也是很好的來源 甚至在我們某些 婦科的癌症的治療 會強制搭配葉酸 對 所以如果你要吃葉酸 我是不會反對 它是一個好東西 對 所以那個 台灣大學校友 沒有 我是之前有聽說過 就是要 軟巢要保養得好 就是要 那其實熱起來 最簡單就是運動 但是因為我就找不到 這間運動 我就很懶 我就想到一招就是 就是 每天我在白天工作的時候 就是 你就拿一個臉盆 你就熱熱的放在下面 腳就泡進去 其實你就工作在大概 十到十五分鐘那個熱水 就慢慢就是不熱 就涼了 可是你會發現說你的整個腳 都是暖乎乎 而且是全身開始熱起來 然後後來我聽長輩說 他說 腳氣是很重要的 你的腳熱起來了 所以軟巢就會健康 所以我現在每天晚上 不管是冬天 夏天 我都穿襪子 所以好熱 沒有我的軟巢 那需要搭配小魚搖腳屁 對啊 東西 有去潮溪旅遊的話 就可以搭配 不是這個好像跟剛剛周一 是講的一樣嗎 反正就是把底下 趴熱水 對 就好像同一條穴道這樣子 太好了 而且重點是 剛剛他先講台大校友 他說有無知的 村附魚 他是台灣第一學生 第一次很大謊 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說 腳是小腿是人的 第二顆心臟 所以第一個泡腳 你一定要泡到足三里桶 就水桶 然後這邊一直泡臉盆 就沒有用 就是高的他有用 對 高的 第二個是他比較 含從足心起 我們從泡腳色 他可以促進我們的 乾心脾肺性 甚至老人也泡腳 小朋友也泡腳 那你的卵巢 不然跟他好像 沒有絕對關係 所以我倒覺得他剛才講的 第二個重點是他穿襪子 但是我們講的是 白天穿襪子 不要腳踩冰冷的地板 而不是夜間穿襪子 因為夜間你其實末梢 其實末梢讓它是裸露出來 整個中間的五臟六腑 是泡那個 蓋比較溫暖的棉被 它比較能夠睡得熟 如果軟腸和子宮 在中心的角度 它很像是一個廣寒宮 它是在人體最深最深的 內臟的最深處 所以其實它的暖 是要從裡面暖起來 而不只靠喝熱水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 深層體溫的增加 比方說辛香料 還有熱水 溫水熱湯的補充 還有其實做一些 腳的運動 因為70%的肌肉 是在腰部以下 所以一直做這樣子 老人家一直做這樣子的外丹弓 其實效果不是OK 你用下半身肌肉的一個 比方 深蹲也好 棒式也好 增加你肌肉量裡面 血的一個含量 其實微血管 紅血球就是帶著你的能量的 你讓你下半身的深蹲 或是棒式去增加你的體溫 它是一個 顧子宮顧卵巢 比較好的方式 深蹲棒式 那就西醫而言 如果真的我們已經 就是有卵巢瘤 或是卵巢癌 那我們必然應該 走家族死了 對 女性的話 其實先從卵巢 我們在 這跟那個 目前的勘災學是一樣 一個先減損 接下來如何主動的保養 如果是真的卵巢癌呢 它有一個問題 我們在飲食上 因為知道卵巢癌 它跟飲食是 脂肪是有關係的 跟荷爾蒙有關係 所以我常建議就是要 三少二好 三少是什麼呢 少糖少油 少鹽 鹽 二好是第一個 叫好的優質蛋白 其實你們會發現 我們所有癌症的復原 所有討論都是在 胺基酸跟蛋白質 因為它是所有 復原的材料的重要來源 但是最後一個好 是最重要的 這個我們遇到很多衝突 叫做 好叫好好吃 其實真的食慾不好的人 有時候要給它一點開胃 所以我雖然剛剛講了說 對於很抱歉 對於雞排跟珍珠奶茶 有所攻擊 可是 如果它真的食慾需要 我是會讓它吃的 因為你一定要讓它心情愉快 它才能後續 策定下去 對 所以二好 真的記得 好的優質蛋白 但更重要的是 好的心情好好吃 我想 我想問問題 你們剛剛問的問題 真的太淺 卵巢癌 當然是一個沉默的癌症 所以我想問 第一個問題 如果你已經有加諸事 請問這位女性同胞 要多久追蹤 你是要怎麼追蹤 第二個 如果它基因已經告訴你 像安潔莉娜球莉那樣 對 是不是要提早把它 預防性的好 解決掉 問題很好 其實俗稱一命二孕三風水 是基因得五讀書 所有的癌症也是這樣來的 一命就是剛剛講的遺傳學 孕就是你後天的營養的部分 三風水其實跟你生活習慣有關係 那所以基因有沒有一個基因 就注定會得卵巢癌 目前就是安潔莉娜球莉 那個是最有名的 它叫 台灣其實大概有十幾個這種 跟安潔莉娜球莉一樣的這種家族 是 我曾經一個好朋友 它家族就是這樣子 他們全家就一直固定追蹤 結果到後來 九成的所有的 它的表姐 所以但是那是二十年前 我得到的資料是二十年前 後來入去 到底要不要預防性的做 預防切除呢 乳癌還有一些討論空間 因為乳房切掉對於形象的 影響比較大 雖然現在整形可以做得 比較漂亮一點 卵巢癌比較容易得到 為什麼卵巢癌在肚子裡 它沒有辦法一直看 大家總是說 那你超音波看一看 超音波總是由 壞人從小腫瘤變大腫瘤 可是一個壞的小腫瘤 有時候分不出來 它是壞的小腫瘤 或是好的小腫瘤 所以目前的趨勢是 如果你真的已經完成生育任務 有些想法 卵巢預防性拿掉 是會被接受的 因為當你卵巢拿掉 你就提早更年級 用一些荷爾蒙的補充取代 是可以改善的 但是乳癌比較麻 乳癌目前因為是 隨時可以檢查 它表面就可以偵測 它取得樣本也很容易 所以乳癌的預防性切除 目前比較不會認為 是一個標準的建議 好專業喔 是不是 你們果然問的問題 都不一樣耶 聽你們的問題 為什麼要拖到膝蓋而已 怎麼會捏膝蓋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 覺得有罪惡感 又改不了的行為 也是會癌症喔 什麼 復刻不舒服 不找醫生 自己診斷 自己調 因為復刻不舒服很常戒的 對啊 聽起來是貝媽會做的事情 那是 只能靠罪惡食物來安慰自己 就是配親了 甜點啊 炸肉 不是啊 這個我覺得跟我別以為 我沒有罪惡感 因為經濟啊 說自己 你很棒啊 而且你真的很棒 沒有罪惡感耶 因為反而最重要 就是心情要好 沒有要感 沒有要感 而且沒有要感 我覺得我還要 因為我好好的吃 對 我就是趁經期來 因為經期來的時候 就是女生可以 把握的好時機啊 就是那種甜食巧克力 炸物什麼的 就這時候 你就覺得說 好像可以肆無忌憚地吃 好像也不會影響體重太多 有一次我隔天吃完 麻辣鍋吃完 你不是會有冰淇淋 可以挖挖來吃嗎 那好像幾點 隔天一站起來的時候 他想說 你一站起來就感受到 有一個很大的東西 掉下來 怎麼可能 這個很可怕 太嚇人 那也滿好的 那也滿好的 就掉下來 然後結果 你去廁所一看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血塊 對 對 那但是真的很大 他想說 這不是昨天吃鴨血嗎 不是好不好 好 沒有 但是因為真的很大 所以你那顏色很大 可是我後來也沒有想太多 我就自己會覺得說 這也沒什麼 女生就是 正常的子宮內膜剝落 我再去喝一杯 熱巧克力壓壓精 這樣子把它暖弓暖回來 我都是這樣子 有什麼錯嗎 運氣最大 運氣最大 謝謝你 張燕 其實你應該之前 有那個軟潮流之後 應該更小心了對不對 對 但是因為我本身 我到冬天的時候 我會容易手腳冰冷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 那是因為可能我的體質 比較偏寒 那我平常都不太吃這些冰品 冷飲這些 很乖 對 但是有時候經濟是不順 好像有那種沒有排乾淨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 這樣不太好 那我就會聽朋友講說 可以吃像 那個 蜂王乳 對 所以我就會補充這些 覺得這樣可以增加一些雌激素 然後也覺得這樣比較可以 可以顧到青春 又可以養顏美容 好的 我們來看看最後 早上沒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叫 子宮肌腺症 是什麼 子宮肌腺症 為什麼這些狀況 會有子宮肌腺症 這是瘤還是症 這是 子宮肌腺症是什麼呢 我們子宮的內膜 應該剝弱 變成精血 但是某些因素 它逆流了 逆流跑到子宮肌肉本身 這個腺就是那個腺體的意思 就是內膜的意思 好 肌腺症會有什麼症狀 通常是月經臺會疼痛 經血會突然的 莫名其妙要變多 變大塊 像鴨血等等之類的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子宮如果變得太硬 你要想是一個很硬的床 不好著床 所以會受孕會影響 那子宮肌腺症 在我們的看法 它最常見因素應該 第一個還是 是有一點關係 那第二個 其實跟子宮的手術 花完也許脖部產 也許內膜刮燒過的 這類手術有關 可是我們現在 我今天早上開刀 還在跟其他醫師在聊 我們現在發現 子宮肌腺症的成因 的病人越來越多 有些生育過 有些沒有生育過 而且以前我們都會說 這個可能跟飲食 胖瘦有點關係 我們普遍發現 即使你是美魔女 即使你體重保持很好 其實它還是會有 肌腺症的這種情形會發生 所以到底是什麼原因產生呢 我覺得可能跟飲食一定是有相關 尤其跟持激素 荷蒙不正常持激是有關係 那荷蒙不正常持激 跟蜂王乳 我幫蜂王講一些話好了 就是基本上 蜂王乳裡面的成分其實 還是油脂蛋白居多 那我最近看了一些研究 日本的 的確有些論文的研究 其實它對於一些 女性的更年期症狀 或者女性的驚奇不順 它是會有改善的 那但是是什麼原因導致這個肌腺 這些現象會導致肌腺症的增加呢 我覺得不正常飲食 暴飲暴食 絕對是有問題 門診面臨很多四十幾歲的病人 其實他反覆的肌腺症 他的痛經非常嚴重 你不要認為藥物可以控制 藥物只能略為改善 疾病痛還會越來越嚴重 他最後常常是一個月 可能是痛個七天十天 這麼嚴重 我大概這半年處理了三四個都是 他特別心情難過 都是因為沒有辦法懷孕 那沒辦法懷孕有一些子氏的壓 就是跟婆婆或老公有些壓力 其中有一個 他後來從三十五歲奮鬥到四十二歲 終於 那就離婚了 離婚了 事情都弄完了以後 因為他說他終於可以 不用面對這個事情 三月他就來要求子宮拿掉 所以他一個月有二十天都愛痛 好辛苦喔 對 那開完以後 我跟你講 我自己真的覺得 他回來的氣色超好 一方面是因為 二方面是他痛經地解決 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我心裡有很深的感觸 他說 陳醫師 我跟你說 我這個子宮切掉了 是我覺得我這人生一輩子當中 除了離婚以外 做最最最的決定 對 所以這開始享受生活 所以佩基那些食物真的 要寫上去給大家當成指標 對 那周醫師 中醫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關於譬如說女孩子 如果像我們遇到這種狀況 吃一些有什麼沒有的東西 真的會影響到 變成子宮肌腺症嗎 對啊 對 因為子宮肌腺症 就是剛才如果保仁醫師說的 他就是子宮內膜意味 會經血逆流 然後有一部分 跑到了子宮的內膜層去 產生不正常的荷爾蒙刺激 所以想當然爾 有一些荷爾蒙刺激性 是不必要被補充的 比方說像山藥 或是說大量的像蚵仔蛤蟆 它一個高熱量的 一個加工式的一個蛋糕甜點 都會去刺激你的荷爾蒙 產生異常的分泌 所以它其實對於這些東西 甚至像補湯中藥淨補的 一些補湯類 對於子宮肌腺症 或是子宮內膜異味 所以巧克力囊腫 卵巢方面的話 是盡量減少使用 所以如果我們知道 自己有這樣的病的話 就可能這些東西 就盡量不要碰 是的 是的 但是真的是如同 我們剛才保安醫師說的 其實蜂王如果蜜蜂這麼小 怎麼會有刺激 我們產生惡化 纖維囊腫的東西呢 所以其實只要是 你沒有這些家族病實案 沒有這些照顧超級病 沒有問題 你就是可以安心服用 但如果你有些荷爾蒙刺激 產生的病電 良性腫瘤的話 你就減少使用就好了 其實我有這個經驗 因為我之前有站購物台 然後那檔購物台 就是賣蜂王乳 所以我那時候 自己再講一講 我就覺得蜂王乳真的好好 就覺得它有好多優點 而且那一檔 就是站那種很純的 所以我自己吃蜂王乳 吃了兩年 就是生完第二胎之後 我覺得自己凋零了 然後就是要大量的 補充女性喝 我就覺得自己皮膚又乾 又補漂亮 代謝又變慢 又睡不好 所以我就補蜂王乳 那時候我還同時 同場加硬 就是維他命C裡面 有含大豆液黃酮 然後因為我是生完第二胎妹妹之後 我就大概開始吃這個 然後就吃了兩年 然後我其實餵妹妹餵完半年 我就斷母奶了 沒有 我就工作了 但你知道嗎 我竟然在斷了母奶一年半之後 有一天突然 對啊 已經沒有母奶一年半了 然後又突然母奶噴出來 就是你隨便按一下 它就流出來 這也太厲害了吧 然後我就去掛了那個乳房的 乳房外科 然後又碰到寶仁醫生 對 我在隔離嗎 對 我就在上面 照那個乳房 那個超音波 然後後來呢 我乳房超音波 它就幫我照 它就幫我照到了 就是我的誘乳有兩顆 那個什麼 纖維囊種是不是 它就說水泡 什麼的 對 然後還有呢 我的一個乳腺 我的乳腺其實兩邊 其實兩年呢 都已經差不多萎縮成細細的 你就可以看到超音波裡面 你的乳腺其實都已經變細細一點 一條了 就只有一條喔 它是大開的 就是已經 又瘴開了 是 所以那時候呢 這個乳房的外科醫生 他就問我說 請問你有沒有吃 任何補充 女性維他命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了一想 我就說我的維他命C 好像有大豆液黃銅 然後我有在吃蜂王乳 他就說我拜託你 拜託你才三十 那時候三十幾歲 他說 三十幾歲的女生 不要吃這些東西好不好 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已經就是 是登年期了 或是你有什麼什麼病史什麼 醫生請你補充 但是你就不要自己 再亂補這些東西 他說 停掉然後你過一陣子 就再來復診看看 真的 所以我就大概停了半年再去 我停了半年 我真的乳汁就沒有了耶 就縮回去了 然後再去照其實就好了 但是陳醫師除了這些啊 譬如說像我們有時候補了一些 可能補錯方向 或者是吃 可能沒有辦法 好好的吃對東西 那除了這個子宮肌腺症 那還會有哪些子宮的病變會出現 其實子宮整體來講 除了肌腺症 一個常見的 大家知道肌瘤 那肌瘤因為太常見 我們就不講 對 其實反而現在比較危險一個叫 為什麼我要特別提 內膜這個病變 內膜癌在這幾年的癌症的 風險值以及比例越來越高 唯一好處內膜癌呢 因為它一定會出血 女生是這樣子 肚子變大 稍微人變 風滿一點 她不一定會來找我們看病 可是不要異常出血 她一定會來看 所以內膜的病變 她只要出血來看 就很容易抓到 但內膜癌的人數是越來越多 因為它的典型特徵 也是我們剛剛提到 不生育 比較豐滿吃比較高油脂 高糖分的食物的人 甚至有糖尿病傾向的人 還容易 這點我特別提醒大家 有異常出血還是找我們看一下下 是真的 了解 那中醫師有哪些狀況 會造成我們子宮肌腺症的那個 對 在中醫來說 比較強調的是 每次中醫師看到病人就說 你就是很寒 你就是很虛 對 你會講求到一條河流 我們把人體 當作一條河流好了 就是你的一個 婦科子宮的地方 它很像是一個冰凍的冰川 然後冰川之後 你就是挖也挖不開 藻也藻不開 所以這就講到一個冰冷 所以它是一個 寒則凝結的觀念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是一個會驚痛的 子宮肌腺症的 不要吃那麼多冰的 那第二個就是一個 虛的觀念 原則上 內膜在身體 會被我們的免疫系統 組織吸收掉 不可能每一塊 內膜在這裡 都不吸收 變成子宮內膜 因為沒那麼衰 你有你的白雪球 你的雪小板 會把吸收掉 你就是在中醫來說 你是一個腎氣比較弱 免疫系統比較低 所以它沒有辦法全然地 把每次沒有辦法流出的血塊 全部吸收變組織一部分 所以它比較容易 罹患子宮肌腺症 所以運動是一個還滿好的方法 去代謝和增加 免疫系統的方法 所以好好對待我們的子宮 真的 所以有沒有什麼保養的方法 老外他們真的很少在控制那個 喝冷水喝冰水 他們真的會喝冰水 而且他們那個來說都 一樣就是游泳啊 吃冰淇淋啊 完全都沒有影響的感覺 所以我就是跟著照著做 但其實我肚子就會很痛 然後後來我就有人介紹我喝一個 一個可以泡的中藥叫 中醬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它就是像茶包 然後每天早上就喝一杯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我經痛的那個症狀 就被舒緩了很多很多 但是那個茶的喝法呢 就是其實你月經來的時候不能喝 你只能在月經沒有來的時候才喝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我被舒緩了實在太舒服了 然後有一次就是 早上的時候我就喝一杯 喝完以後我才發現 其實我月經已經來了 然後就那次那一天之後 肚子就突然變得很痛很痛 我大概痛了二十幾天 而且那次 那次月經是這樣 就是要來不來 要來不來這樣很久 我就覺得說身體好像又 又好像又壞掉了 所以我就後來又不敢碰那個 那正好我有一個好朋友 她就跟皓如一樣是不會經痛的一個女生 她就跟我說她從小到大 她就是天生不愛喝冷水 她都一定要溫溫的 就算是夏天她只會喝一點點冷水 對 她就是不喜歡冰的東西 所以後來我就找得住 我就還是就是早上的話 我就是喝兩杯溫水 然後有時候會加一點薑粉 讓身體都暖暖的 然後她平常還是會喝點冰的 但早上一定會灌兩杯溫水 我覺得還不錯 我自己覺得 溫水然後還加薑粉耶 這個很熱身體吧 最近是非常完美的 我們的好病人才會這樣 完美喔 對 完美 但是就是有些雖人 他是每天吃薑粉 薑黃粉 中醬湯溫水 他還是會經痛的 所以我們還是強調 其實中醬湯 薑粉 它是看身體體質的 你就把中醬湯 那是中醬茶 它就是類似茶包 或一點錢這樣 那任何人都可以嗎 並不是 因為它本身 比較溫性的 所以你在口乾舌燥 或嘴巴破口窗的時候 或是你前天熬夜加班的時候 第二天口乾舌燥 或早起上班 千萬不要服用 不然的話 它血會變乾掉黑黑的 會流出來 我那時候就是這樣 好像卡住的感覺 卡住的感覺 對 所以你在一個睡眠不夠好 和火氣比較大 麻辣火鍋吃完 這個中醬湯 你血流不順暢 你血流不順暢 那保人醫師 我們真的很擔心自己 會累出這些癌症嗎 那平常應該要怎麼保養 第一個呢 如果真的有這些疾病 發生的時候 第一個 請不要怪先生 對 第二個要記得 要改造豬隊友 我所謂豬隊友 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就是要 找好人一起來 共同照護你的生活 你們都還年輕 你們沒有生過病 是不太能動的 當你生這麼嚴重的病 或需要一個長期照護的時候 一定要旁邊有人的人照護你 不是花錢買看護 看護比較冷一點點 其實它一定要有人 所以要有人共同看護你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要修正 自己不好的習慣 你自己不好的習慣 我剛剛已經講很多了 那最後一個我其實要講的 就是要培養貴人 培養貴人很重要 就是要找到好的醫師團隊 以及好的幫手 甚至要看好的節目 這就是你的貴人 如果這些幾個你都做到的話 你就會 又好會講喔 我還沒去看第二集 所以你們都是我們的貴人 佩姬就 也是貴人 對 也是貴人 三級喔 祝大家都是不要 以愛同心 以生同心好不好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請記得像媽媽好生的 喜歡說服務 都在這裡面 天天看看 拜拜 黃醫師 有時候小朋友 在練習走路的時候 我們都有覺得 他好像拖著鞋走 然後走路 卡卡卡的 他想說可能應該是小朋友 可是到越來越大的時候 發現好像不對 他一直這樣的走路方法 是不是真的需要做一些調整 如果今天你的孩子 走路的時候就是這樣 那樣懶洋洋的 第一件事情是先問 你是 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 還是說他曾經 是非常有精神的走路 突然之間變成這樣拖著地板走 如果說他是本來都好好的 突然之間有這樣的狀況 先看醫生 確定沒有一些身體的疾病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如果確定不是醫療 不是身體的問題 再看看他的鞋子 穿著什麼護膝鞋 拖鞋 他其實在他走路的過程當中 他會用他的腳手去抓那個鞋子 讓他不要掉下來 所以他就會習慣於走路的時候 就這樣拖拖拉拉的 因為這樣才不會掉鞋 所以你要從現在開始 把他鞋子都換成比較正確的 這種 然後運動鞋也好等等 這樣的一個鞋子 比較不會讓他再有這種 錯誤的走路方式 那第三個呢 就是一直盯他 一直罵他 一直唸他 也是沒有用的 因為他會變成這樣的走路方式 事出必有因 譬如說你的孩子可能 他就是肌力不足啊 我們走路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希望他的大腿能夠抬起來 然後有這樣子非常有精神的這樣走路 或者他是大腿沒力 小腿沒力 或是腳的肌肉沒有力氣 那這個跟他的運動量不足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與其在旁邊一直碎碎唸說 又打起精神啊 腳抬起來 還不如就扎扎實實的 讓他去參加一個什麼球隊啊 打操啊 把他的整個肌力練起來 那這樣的話 你才能夠真正讓他走路的時候 開始有精神 了解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